这条位处原山乡奔山湖山区的邓高林道 道路从三角下蜿蜒而上 宽敞又安全 全长3.5公里 最高点的海拔约520公尺 原本是一条农产的运输道路 在任养单位邓高林道促进会 17年来的用心维护 争取经费充实公共设施 以及增设休憩景点 使得游客人数从最初的一年2万人次 暴增到一年有50万人次 本人来到这里也将近第17年 把这条路打开到现在是12年 从一年第一年2万的人口数流量 到了今年差不多有50万人次的流量 邓高林道道路宽敞 全程道路都是水泥铺面 两侧树印成林 走起来特别的轻松舒适 路程当中的1.4公里处 有一条很像的硝南步道 吸引了许多登山民众来前往踏青 吸收芬多金 感受森林域的洗涤 身心舒畅 而在网上走约300-400公尺 这一处小平台则是助力了一株高耸挺拔 生机盎然的章树取名为独立章 最近还增设了休憩良亭 座椅以及石椅等等 并且加以来绿美化成为一处中间路程绝佳的休憩跳井平台 而来到登高林道最高点的望林枣龟 除了可以眺望沉沉的山栏树林之外 还可以看到海上的龟山岛 甚至一大早还可以欣赏到龟山日出的壮丽美景 令人陶醉 除了望林枣龟之外 促进会还争取了水土保持署的经费补助 增设一处赏景平台 视野辽阔 保览南洋平原的美景 令人心旷神怡 望去烦忧 成为登山民众最佳修器赏景的观景景点 那会给我们赏景 在上面我们一面赏景一面吃东西 可以看到那个南洋平原 好美哦 很舒心 这条步道真的很棒 很棒 非常棒 因为有这些山友的支持跟鼓励 我们希望会把它一年做得比一年好 在登高林道除了绿意盎然的林象之外 沿途还种植多个品种的樱花树 包括有极野樱 富士樱 墨然樱等等 当中以极野樱的数量最大中 春天温暖的空气暴到 樱花陆续开花 绽放粉红色的花朵 娇艳动人 将步道染成缤纷色彩 景致迷人 也吸引了大批游客上山来赏花 流连望返 成为宜兰县最热门的赏樱景点之一 林道的维护是一年365天 从没间歇过 讲说这里有什么特色 唯一的特色就是空气好 风景好 樱花开的时候虽然特别美 但仅仅也这50天 但是维护这一个道路要365天 景色嘛 翠绿有翠绿的美 花也花得漂亮 最美丽的是来这里游客的心情 希望能够带来更多人来参与 虽然我们提供这个免费的场所 但是这些的游客 大家的功德心是无比的好 我相信别的地方没有办法跟我们比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里最好的 就是这些山友的功德性 原山江邓高领导在促进会 山友政府部门 名义代表及游客 共同关心照顾及维护之下 始终保持着干净整洁的样貌 沿途不仅处处都是美景 加上美丽的樱花衬托 使得邓高领导成为宜兰 甚至是全国堪称是最美的步道之一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财同报道